Hello,大家好,今天来分享一个杏鲍菇超好吃的做法,纯素辣子杏鲍菇 先来处理一下食材,杏鲍菇洗净以后,滚刀切成小块 适量的香菜切碎 一小把干辣椒剪成小段,可以抖一抖把里面的籽去掉 再来调个面糊,一小碗面粉,加上同样一小碗的冰水 再加一小勺营养酵母,更香更营养 稍微搅拌均匀 再适当加一点点盐 再次搅拌均匀,面糊可以像这样轻松挂在筷子上 烧一点热油,烧到放筷子冒泡的程度 把我们的杏鲍菇放入面糊中 把它完整的裹上我们的面糊 然后放入油锅中炸 途中用筷子轻轻搅拌,防止粘连 把杏鲍菇炸到像这样表面金黄,就可以先捞出来 放在厨房纸上,稍微沥一下油 另起一锅热油,放入一小把花椒 稍微炒香以后,把我们的杏鲍菇放进来 把我们的干辣椒也放进来,简单的翻炒一下 随后加入一勺生抽 再加半勺白糖调味 稍微炒拌均匀 最后再撒上一小把香菜 再一次炒拌均匀,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超好吃的杏鲍菇做法 纯素辣子杏鲍菇就做好了 咸香酥脆,外酥里嫩 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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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